看到了耶 招牌很大一個 Amis Fugina 一直在墾丁路131-1號沒錯 嗨 這集是旅遊書系列 這裡是民宿的陽台 我昨天晚上已經先抵達這裡住了一晚 今天要玩的地方呢 是墾丁大街 昨天下午結束了台南的行程之後 我就開車來到墾丁 沒想到竟然要開三個半小時 好遠 但是一來到墾丁之後 就一種度假的氛圍 感覺很放鬆耶 那今天要使用的書是這一本 墾丁大街 是行變天下2004年初刊的 距今19年前 吃完買住的雄精情報 最樣的墾丁享樂進行是 猛男亮妹酷炫度假指南 照著這本書我就可以當猛男亮妹 帶著舊的旅遊書去玩 這個系列會帶上多年前的旅遊書去旅行 過程中不會上網查資料 請按照書上提供的資訊 體驗用從前方式進行旅遊的驚喜感 如果找到經過數十年還存在的店家 則可以體驗他們經營如此久的厲害之處 而就算現在例子已經不是書上記載的地方 也可以感受時間推移後景物的變遷 旅遊結束後才會上網查詢資料 若有值得補充的則會加入影片中 整體主軸還是以旅遊體驗為主 有時候錯過了就讓他錯過吧 PART ONE 前進南方樂園 發現新鮮墾丁 墾丁的南道風光 造就許多人生命中的美好記憶 今年在玩香完海之餘 我們發現另一種新鮮墾丁遊樂 那就是一條青春永不掉林的街 墾丁大街 來墾丁除了在海邊玩水之外 逛墾丁大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行程 嗆聲美食吃不停 各領風騷的美墨異法菜緣異國料理 領級的飯店美傳 備受推薦的在地好吃味 清涼的消暑甜品 魅力無窮的PUB夜味 墾丁大街上確實很多異國料理的店家 我今天也安排了幾個點 不過第一個點我是先安排了台式的美食 第一個想去的地方是傻大姐豬腳 這裡的豬腳是加入高粱酒燉煮6個小時 不僅去除了肉腥味也提升香氣 嚼起來香Q有勁 而且不油不膩 相當好吃 屏東這裡有很知名的萬人豬腳 傻大姐豬腳趕在墾丁這邊插旗 訂有他的獨到之處 他的地址在墾丁路30號 今天第一個點 出發 我這次訂的民宿也是雜誌上有介紹的 牧場旅站 我在訂房的時候發現他的存在 我就直接訂了 但我是被安排到隔壁 叫做二手童話的那一棟 這裡的整體氛圍是很溫馨乾淨的 距離墾丁大姐也蠻近的 走路大概5分鐘以內可以抓到街上 老闆說他們的招牌被潮遜颱風吹走了 還沒有做好新的 這裡走出去就是墾丁大街了 早上的墾丁大街比較冷清一些 我要往這個方向找30號 現在是平日的中午時間 街上是蠻少人的 拍到樓看到34號了 繼續往前 34之一 欸 30號 是這一間耶 墾丁路30號 我到了 現在是主題養生會館耶 不是傻大姐豬腳耶 我來問一下 你好 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在找這間傻大姐豬腳 他沒開了 早就沒開了 嗯 他們已經結束營業了 好幾年了 三年多也了 OK 好好好 謝謝 問到了 養生會館的大姐跟我說 傻大姐豬腳結束營業三年多了 但也才三年多耶 表示他在墾丁這一代 也經營了非常多年 今天第一個點是 Bye 沒關係 繼續尋找下一個點 下一間就來找異國料理 想去的是 漫波泰式餐廳 是墾丁街上 第一家專賣泰國菜的餐廳 熱情火紅的招牌 再再顯露出 店內料理的嗆辣特色 店內的銀製餐具 買飾品 大部分均由泰國進口 老闆也會定期到泰國採購食材 並且研發新鮮菜色 還有人氣餐點有 酸辣生蠔 椒麻雞檸檸檬魚泰式奶茶 看起來是非常用心做泰國料理的一間店 他的地址在墾丁路46號 我剛剛應該是有聽過 只是我剛剛專注在找30號 沒有注意到 好的 去找漫波泰式餐廳 出發 44 46 我到46了 不是漫波泰式餐廳 難道今天會開始連續兩個點的失敗嗎 不一定 問一下 老闆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怎樣 我在找這間漫波泰式 在斜對面 在斜對面 看到嗎 有看到嗎 我看到了 我搬家了 本來是在旁邊的 這個樹是舊的了 對對對 比較舊了 沒關係 大家還在 老闆謝謝你 謝謝 拜拜 太好了 我跟隔壁老闆問到了 他大概也是三年前搬到斜對面去 我現在馬上說 可以去吃漫波泰式餐廳了 到了就在這邊 漫波泰式餐廳 墾丁創始點 since 2000 餐廳的外觀也是設計的蠻用心的 很泰 現在地址是墾丁路21-3 還有支4號 墾丁路21-3 墾丁路21-4 墾丁的裝潢很用心 泰式的氛圍營造的蠻好的 我剛問了一下 他們是四年前搬到這裡來的 這是現在的菜單 我點完了書上推薦的 只是現在已經沒有酸辣生蠔了 另外三個我都點了 裝水的器皿和杯具也很泰 泰式奶茶上了 泰式奶茶一杯是80元 夾馬雞也上了 是很經典的泰式奶茶風味 喝起來蠻香醇的 然後味道上是比一般台灣的奶茶 還要再偏甜一點 不過我們一般點泰式奶茶的時候 就會有它會偏甜的心理準備了 夾馬雞一份是240元 上面這個調料是什麼 配著夾馬雞肉一起吃 我蠻喜歡它的調味的 口味是蠻重蠻強辣的 帶著一點夾馬的麻感 然後雞肉也是炸的很好吃 底下有鋪一些生菜 很好吃它整體調味得很棒 很下的快 我現在嘴巴裡面都是麻麻的感覺 檸檬清蒸鱸魚 這一分是360 一個人吃一條魚 好奢侈 要等它煮一下嗎 還是馬上就可以吃了 我不等它加熱了 我要直接吃 魚肉的口感是很細緻 是鮮嫩的 然後它的調味是酸味為主 然後帶一點點辣味 酸酸辣辣的也很好吃 今天吃到的料理調味都蠻重口味 我蠻喜歡的 今天第一個點就吃得非常豪華 非常的飽 現在出來休息走一走 我來到了附近的恆春國小 恆春國小是TFT有合作的學校 TFT是 Teach for Taiwan 為台灣而教 一個致力於解決台灣教育不平等的NGO組織 每年都會號召培訓多元的人 才成為優質的老師 到偏遠地區的國小 擔任兩年的全職教師 在這兩年的計畫期間 他們除了在學校教課之外 也會在校外跟家長社區做一些合作互動 目的是希望能培育成一位領導人才 好激烈 好激烈 小朋友們玩樂都非常的有活力 先在我旁邊的是TFT計畫的 小何老師和喬怡老師 想先問你們原本是什麼背景 為什麼會選擇加入這個TFT的計畫 我原本大學是讀藝術科系的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在學校裡面蠻常會遇到提法 或是老師的不當對待 所以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老師 就覺得學校真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但是因為讀藝術科系的過程中 我大有偏向服務 然後發現自己對於孩子改變的力量 所以才決定要加入TFT計畫 小玉老師呢 我自己原本是社工系畢業的 因為畢業之後沒有很確定是不是要當社工 所以先去國中當了老師 但在帶國中生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自己可以再多認識 再更深入一點點了解小朋友 所以才加入TFT 然後來到橫村 那我好奇想問一下 現在現場的日常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們有沒有什麼故事 或印象深刻的事情想要分享 其實對導師來說每一天就是 該上課的時候上國語數學課 然後可能有些綜合課 然後其他的時間就是在改作業啊 然後準備下一堂課要上一些什麼 還有處理一些學生 其實下課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小打小鬧 可能不小心提到了誰 他們就會有一些衝突要處理 其實小朋友是有很多很可愛的小的時刻 昨天我們學校有大隊接力的比賽 有一個孩子他去玩了地上的蚯蚓 把他玩死了 對 那因為這件事情很不尊重生命 所以當下就有指責他 他下課之後他就自己默默地跑過來說 老師我要去把那個蚯蚓安葬 我想要把他埋葬好 然後我要寫道歉信給他 他就真的很認真的埋好之後 寫了一封很認真的道歉信 要給那隻蚯蚓 所以其實雖然有很多很生氣的時候 但是也有很多很可愛很溫暖的時候 蠻可愛的故事 那小荷老師呢 就是小孩子的純粹真的在現場非常的感動我 比如說他們前一堂課兩個人才打在一起 然後媳婦想要把對方揍死的樣子 可是經過開導之後 他們也很願意誠心地跟對方道歉 然後下一堂課又可以開開心心地玩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孩子的可塑性真的非常高 那老師真的就像他的第二個家人一樣 老師作為一個領導者 可以帶給孩子的改變非常大 謝謝小荷老師和小玉老師 謝謝 在我了解TFT之後 覺得這個計畫是非常吸引人的 他不限科系也不用教室資格 又有專業的培訓系統 而且還保障平均月薪有四萬 可以有個不錯的收入 又能夠學習成長 聽起來真的很不錯吧 小玉老師在教學生掃地 想要了解更多TFT的資訊 可以看影片資訊欄 我要回去墾丁了 來到墾丁了不能不來看海吧 這裡是墾丁的南灣 回到了墾丁大街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多 墾丁大街應該是漸漸地要熱鬧起來了 下一個想去的地方是 Chess爸爸的家 多元歐風料理 店內菜色大多有歐式口味 有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異國料理 Ruby曾在台北開過義大利餐廳 居留著來自講究美食的法國 兩人巧手烹煮出的每樣料理 都擁有道地純正的好滋味 這間店可以知道 歐洲很多國家的歐風料理 它的位置在墾丁路142號 出發 我剛剛看到他們開始在沿路放置垃圾桶了 我剛剛走過頭 走開來發現142號是這裡的 不是Chess爸爸的家 你去問一下 Chess爸爸的家 142號 對 他把你家倒很久了 倒很久了 這就沒了吧 呃 對 現在這裡是民宿 我剛剛進去問他們說 Chess爸爸已經結束營業很久了 請體驗第三個點也失敗 接下來還是要尋找異國料理 下一間想要去的是 Amy's Kuchina Inn Amy's Kuchina Inn開店已長達12年 最墾丁街上的老字號餐廳 店內料理都是由店家親自製作 其中一手工披薩最受顧客歡迎 一走入店內 很容易被舊式裁縫車做成的桌角所吸引 紅磚原木大翁 稻谷的多樣服飾裝飾 讓內部空間充滿了鄉村田園風 這間的店名我是查翻譯才知道 Kuchina怎麼唸的 是義大利文吧 所以它應該是義式餐點很厲害 地址在墾丁路131-1號 好的 出發 我看到了也 招牌很大一個 Amy's Kuchina 地址在墾丁路131-1號 沒錯 店內的裝潢很多都是紅磚還有木製 確實讓人感覺一種很特別的氛圍 我想點書上說的 接受顧客歡迎的手工披薩 披薩的口味有這些選擇 他們有分8寸和12寸的 然後我想點書上推薦的這個 海鮮披薩 這就是書上說的 就是裁縫車座的桌角嗎 我想請問一下 那這個桌角是那個 就是裁縫車 對對對 喔 好 謝謝 是耶 我跟店員缺人 所以這裡的桌角跟19年前一樣 那看起來是蠻耐用的嘛 海鮮披薩8吋的 340元 有花枝還有蝦仁 海鮮披薩 全汁 披薩餅皮的厚薄度很適中 然後它的餅皮也烤得非常的酥脆 它披薩的汁是乳肉香氣非常的香耶 上面的海鮮料有鮪魚蝦仁和花枝 這個披薩確實很厲害 我覺得點它的披薩應該不會讓你失望 吃完了 在吃完分8寸披薩之後 我現在已經超級飽 我今天吃的異國料理餐廳都比較適合多人聚餐 一個人吃的確都太大份 所以我接下來暫時無法再進食 接著下一間想要去的就不是餐廳了 想要去棋盤角T-shirt 棋盤角是墾丁地區 地區代表性的熱帶海鮮植物 在墾丁土生土長的老闆 特別以此作為店名 表達出他對這一塊土地的熱愛 店內所有T-shirt都有兩人設計或繪製 至此不僅帶動了墾丁的個性T-shirt蜂巢 更奠定了墾丁T-shirt第一把交易的地位 棋盤角T-shirt這間店 其實我已經提前知道它的存在了 因為樹上有介紹他跟牧場旅站是同一個老闆 然後我今天遇到老闆的時候 有問他一下說 欸棋盤角T-shirt還在不在 老闆說還在 我想去那裡逛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有特色的東西可以買 他的地址在墾丁路145號 好的 出發 吃完出來已經天黑了 墾丁大街上的攤販已經都開始營業了 也開始熱鬧起來了 來到囉這裡 墾丁路145號 棋盤角 墾丁人的店 謝謝 老闆你好 你好 我來了 請問就是這些T-shirt都是你們自己設計的嗎 嗯 哦 全部都給我 老闆非常會畫欸 好讚喔 老闆用手一筆一畫的把字寫上去 這是剛畫完的白皺讓它乾 那我今天可以克制嗎 只要換好了我建議要點一下 寫字好了 寫字喔可以啊 因為我現在住在新店 所以我想要寫 新店店店長 穿上去你就可以到新店的任何店當店長 我跟老闆丁做了兩件 另外一件都有抽獎送出去 新店店店店店店長 一樣這樣紙壓一下 現在在這裡亮乾 兩件新店店店長T 我會抽出一位觀眾送出新店店店店長T 還有一張我剛買的明信片 請看資訊欄或者是自訂留言 接下來來去找喝的 想去清家茶站 清茶屬於半發酵的茶 發酵度為10-70% 充滿好既有綠茶的 鮮濃又有紅茶的甜醇 不過老闆娘只有在星期五至星期日 才會熬煮清茶 想品嘗就要把握機會喔 今天不是星期五到星期日 喝不到清茶 但沒有關係還可以喝別的 它的位置在 墾丁路205號 好的 出發 11月的平日晚上 墾丁大街的人潮其實也不少 蠻多人在逛的 205號是這裡 現在這裡是一間 一路化市冰淇淋店 這個很久了 所以這間店已經結束營業了嗎 對對對對對 這是幾年了 這是2004年了 哇 對 他們已經收起來了 這一本可能要更新了 OK 沒問題 謝謝 我以為謝謝你 謝謝 拜拜 跟冰淇淋店店員問到了 他說親家茶展已經結束營業11年了 接下來繼續來找喝的 這類型的 在墾丁很多 是酒吧 想要去的是 據典 Music Pub 相較於街上林立的 Disc Pub 與美式酒吧 據典 Pub 洗練溫馨的英式酒吧風格 反而具有另一番吸引人的魔力 牆上灌滿著海報 有可留下來做紀念的各國紙鈔 還有多種開瓶器 每一個角落都有一小段令人回味的故事 通常在這種庫駕的地區 都有很多的酒吧 大家都可以在晚上出來 跟三五好友小酌一番 所以我今天在墾丁大街 也要感受一下酒吧的氛圍 他的地址在墾丁路通海巷1號 好的 出發 通海巷是這條進去 欸 看到了 據典2PS B&B 據典酒吧 現在地址是在通海巷3號 可以的 一位 請請問一位 老闆你們有頒過地址嗎 有阿 本來對 是 去年 因為房東要賣掉 所以我們就頒過很多 喔原來是去年才頒 之前有去過我們酒店 這上面寫的 他有什麼 看一下 我們有上這個 我們離大街的 這照片才有久的 老闆有换人吗 没有 一样 老闆都是一样的 太好了 这间店有找到 他们说这间剧点POP 已经营业了33年的时间 就是现在的Menu 有这些饮品 我其实不太懂喝这些酒 等一下请大家帮我介绍一下 如果中学者 我会尽量喝 建议喝这一区 因为这一区 比较热带之味酒 是比较可口的 谢谢 这一杯是热带之痒 350元 我平常几乎不会自己一个人 到酒吧好久 但是我很常看戏剧 他们都会一个人到酒吧 来享受他们的下班时光 来喝这杯热带之痒 使威士忌为基地的 它的口感很顺口 然后酒味不会太浓烈 甜味比较多 然后一点点酸味 不错 这一杯是非常适合 我这种不太会喝酒的人 我觉得如果跟上午 还有来墾丁 一整天的行程 最后一起在一个酒吧 喝喝酒 聊聊天 做一天的结尾 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店里的墙上 有很多各国的这个纸币 上面也有非常多 老板说 而且他们可能过几年后再回来找 他们纸币还没有在墙上 所以老板他们搬迁的时候 有把所有的纸币 都搬到新的店来 定在墙上 这个是淡数单单的开灌器 好酷哦 这边有很多很特别的开灌器 这个什么 这个的话它是 银酒公卖出的绝版 这个是凶器吧 好大一个哦 感觉这间酒吧 有很多很多人的故事 都浓缩在这个空间里 这次的墾丁大街之旅 结束在这一间右行的店 我觉得非常的棒 今天从白天玩到现在 找了七个点 有四间成功 成功率其实没有很高 但我发现可以在墾丁大街 存留下来的这些店家 他们都不是随便做给公共客吃的 而是真的有用心在做料理 真的是有用心在服务 今天用这本墾丁大街 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我今天还会在这里留室一晚 明年才会踏上回程 好的 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